俄乌开战之后进行了第三轮谈判 目前双方是已经成立了工作小组 就签署相关协议达成妥协 另外来听赖日谦教授的分析 乌克兰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空中武力了 所以军事上的专业知识告诉你说 乌克兰急需要空中武力 这个事才是事实 所以美国国务院讲的那就不是专业的话 那也就是不是事实的话 那就是谎言了 那就是找一个理由 原因在哪里是因为 美国跟英国这两个国家 都要东欧的国家 把这个战机送给乌克兰 米格战机 米格战机 但是东欧这些国家他们知道 当他们把这个米格战机或是苏凯 送给乌克兰的时候 他等于是直接跟俄国宣战 那他本身会成为俄国的攻击的一个对象 这些国家不愿意 那因此英国就跟他们说 你们送没关系我会保护你 那问题就在于这些国家不相信英国会保护他们 好 那你就看到后来当匈牙利 罗马尼亚等他们都说 我的战机不能飞 我自己都不够了 我都不能送 后来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大的国家 叫波兰 波兰由于他现在跟欧盟的关系处得很紧张 美国也极力在拉拢这个波兰 所以就承诺我给你这个F16战机 然后来跟你交换 可是波兰也很清楚地知道 我如果把这个战机交给乌克兰 我本身会挨打 那英国人就又出来讲话说 我一定会保护你 可是波兰人不相信 波兰人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既然如此 我把战机送给你 美国 我送的 我就直接送给你 而且我就飞到了德国的美军 驻德国的空军基地 由你美国人把这个战机送到乌克兰去 还呼吁朋友们大家一起送 对 那你美国人送嘛 你要我战机给你 你再去转送 美国人不干了 因为怂了嘛 怕了嘛 怕跟俄国直接交战嘛 拜登也很清楚知道 他一送 我想请问你 这个战机现在在德国的 美国的空军基地 那我这个飞机怎么送到你 我怎么飞到你乌克兰的空军基地 谁来飞 我是先把乌克兰的飞行员 把他接出来 送到德国的机场 然后再由德国的机场起飞 然后去飞到乌克兰的空军基地 下降 那在这个过程中 俄国会不会直接打掉 有可能啊 那俄国如果直接打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乌军直接从德国的 美国空军基地起飞 那么如果苏军直接攻打你 在德国的美国的空军基地 你美国该怎么办 该反击还是不反击 你一反击 你就直接爆发 德法的直接战争 德俄的直接战争 你不反击 你美国人的脸就丢光了 也就是说你美国不反击 你美国人丢光了 德国不反击 德国人丢光了 然后呢 你一反击 那就是欧洲大战就爆发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对美国人来讲 他不愿冒这个风险嘛 所以他要罗马尼亚去冒这个风险 要波兰去冒这个风险 可是他自己不愿冒这个风险 到最后颜面难看 坦白说 全世界都在看 都看了以后都在笑 笑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没有办法 他才说 那个空中武力不重要 地面武力 那如果不重要的话 你也不用送给台湾 你也不用卖给台湾 不是 他没有送过台湾东西 你也不要卖给台湾F-16V 都不要卖 因为空中武力不重要 地面武力比较重要 你就多卖一点坦克 多卖一点装甲车 多卖一点火炮 就好了嘛 你就不要再卖F-16战机了 不用嘛 这个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脱离尝试的说话 脱离尝试的说话 美国的现在政府 民主党的拜登政府的 布林肯领导的国务院 都敢公然地在全世界面前 说出一些脱离尝试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水平有多低 真的低到这么低了 我们已经不知道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水平 怎么会这么低 这很奇怪的是 第二件事情 您提到这个苏五拐 五七 苏五七他现在还在验证机 所以才三架 一般来讲要六到十几架 那他还在验证 可是他还在验证的过程中 为什么投出战场 实战经验 这里头跟一般的XO酱不一样 就是他用料食材 真的是五星级 其实就是你可能烫个青菜 然后你就加一点干贝酱 或者是炒饭的时候 加一点干贝酱 其实就很够味了 五星级料理到快点够 就可以买得到 有需要的朋友 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来分享资讯了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